大家好,我是小V老师,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 这一节课我将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五课到第六课学过的所有的知识点 那么我们在第五课和第六课里面呢,主要学习了这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le future antérieure,先将来时 第二个是la durée dans le future,表示将来的一些时间表达法 dis comment exprimer des conditions et des restrictions,如何去表达一些条件或者说是一些限制条件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一一回顾吧 首先我们来看先将来时future antérieure 那么先将来时的变位是怎么构成的呢 那么它也是一个复合时态 也就是说它也要用到主动词avoir和être 只不过这里的avoir和être我们采用的是简单将来时的变位 然后再加上过去分词就可以了 那么至于它的用法呢,我相信大家在理解上面也没有太大的困难 那么它主要是表示在将来的另外一个动作之前就已经完成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是在将来一个动作 但是我要强调它的一个完成性 我想要表示的是它在将来的另外一个动作之前就已经完成的 所以往往我会有另外一个将来式的动作做参照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下面这三句话 这个是表示我吃完午饭之后我就要去散步 这个是简单将来时 那么我要怎么表达我在吃完饭以后去散步呢 是将来的一个动作之前完成的动作没有用 先将来时 avoir和做简单将来时的变位 我吃完饭去散步 然后我散完步之后我就回家 Déjeuner的主动词用的是avoir 那么se promener 带子这种词的主动词用的就是être 所以是je me serai promener 我散完步之后 je rentrerai à la maison se promener这个动作呢 是在rentre这个动作之前发生并且完成的 rentre用的是简单将来时 那么se promener就要用先将来时 最后一句 那回到家之后干嘛呢 quand je serai rentrer à la maison je prendrai ma douche 我回到家之后呢 就会洗个澡 洗澡 je prendrai ma douche 是将来的一个动作 那我要表示在洗澡这个将来动作之前 我回家这个动作就完成了 所以我要用先将来时 je serai rentrer rentrer的主动词用的是être 所以是serai rentrer 那么如果要表达在将来某一个完成的动作 除了我们可以参照将来的一个动作之外呢 我们其实还有可能和将来的某一个命令连用 也就是说我们的先将来时和命令句连用 比如说 dès que tu auras fini la traduction de cet article envoie la moi dès que表示一旦怎么怎么样 一怎么怎么就怎么怎么 你一完成这个翻译 你一完成这篇文章的翻译 就把它发给我吧 这里后半句虽然用的不是简单将来时 但是你对对方做出的一个命令 你命令对方的这个动作肯定是还没有发生的 肯定是在将来即将会发生的 那么先将来时再和一个命令句同时使用的时候 就是表示当完成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要执行某一个命令 这里的finia 它其实也是参照envoie这个动词的 envoie这个动词 虽然它用的不是将来时 但是它也是将来的一个动作 那我表示在将来某个动作之前 完成的这一个将来动作finir 我就要用先将来时 dès que tu aura fini 那么前面这两个我们讲到的 都是将来某一个动作做参照 那有的时候 其实我不一定会有一个 另外一个将来动作做参照 我可能只是有一个时间限制 表示某一个动作 要在将来某一个实现内完成 所以先将来时也可以单独使用 但是要加上一个实现 比如说 la traduction aura été finie avant la fin du mois 这个avant la fin du mois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时间界限 在月末之前 我想要强调的是 在月末之前 这项翻译工作 要做好 要做完 表示在某个时间节点之前 某一个动作要完成 这里也是强调的一个 将来的动作的完成性 那么强调完成性的话 我们就要用 future en derriere 先将来时 所以这句话我说 月底前要把翻译完成 la traduction aura été finie avant la fin du mois 这句话里面 我使用的是一个被动态了 être fini 把动词être 变到先将来时 就是aura été 那么现在既然大家 表示将来的时态 就都已经学会了 那么我们如何表示 将来的一些时间呢 那我们这里 再给大家来一起梳理一下 表示将来的一些时间的表达法 我们重点释放在将来持续的一段时间 首先我们学过这个dici a 这个结构 那么dici a 在口语当中 我们往往会把这个a省掉 那么dici a 可以加上时间点 也可以加上时间段 如果加上时间点 就是表示 从现在开始算起 一直到某一个时间点 截止之间 这段时间之内 比如说 j'aurai fini la traduction dici a la fin du mois 那这个a可以省掉 你可以说dici la fin du mois 在月底之前 这个翻译 我就会完成了 但是dici a 我也可以加上一个时间段 那么加上时间段的话呢 就是表示 从现在开始算起 多少时间之内 比如说 同样这句话 我还可以说成 j'aurai fini la traduction dici a quelques semaines 就是表示 我在几个星期之内 会把这个翻译做完 就是表示 过了几个星期之后的某一个节点 在这个节点之前 我的这个动作会完成的 j'aurai fini la traduction dici a quelques semaines 然后我们还学了juska 那么juska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 可以juska加上一个时间点 juska就是表示 直到 做的某一个动作 是从现在开始 一直持续到 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 这个动作是不间断的 这个叫juska 比如说 je vais resterjuska 对吗 我会一直待到明天 大家要注意 juska后面是 只能加上时间点 不能加上时间段 但是juska后面 可以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 它可以加上从句 但是加从句的话 我们要说juska ce que juska ce que引导的从句 必须要用虚拟式 je vais resterjuska ce qu'il fasse beau 我会待在这里面 一直待到天气转好为止 一直待到天气晴朗 这个天气晴朗 你只能用一个句子来表示 il fait beau 那么要怎么和juska联用呢 那么我们就要用juska ce que 来引导一个从句 大家千万要注意 这里的从句里面 要用虚拟式 juska ce qu'il fasse beau 然后有 don加上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 je partirai dans un non 我一年之后离开 但是大家千万要注意 don加上一段时间 他所参照的这个时间点 只能是现在 是从现在开始算起 往后推一段时间 这个叫don加上一个时间段 那如果你想要表示的是 参照将来某一个时间点 在往后推一段时间 多长时间之后会怎么样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用dang 但是我们可以用au vous de au vous de 加上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表示 参照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 往后推算一段时间 这个叫au vous de 在多长时间之后啊 比如说 il commencerà ces études le mois prochain 他下个月开始他的学业 然后他在两年之后 将会拿到他的文凭 那如果你是想表示 从现在开始算起 他两年之后能拿到文凭 我们就说dang zan 但是在这句话里面 他其实想说的是 从下个月开始算起 从他开学开始 到他拿到文凭之间 是要经过两年的时间 那么这里他就应该说 il aura son diplôme au bout de deux ans 因为他所参照的时间 是下个月 最后我们还学习了一个 en加上一段时间 这个en加上一段时间呢 他表示的是 在多长时间以内 但是这个中文里面 虽然都是说在多长时间以内 但是大家不能把en和dang 加一段时间 或者是把en和au bout de 加上一段时间 混淆了 den和au bout de 他们是相对于某个参照点 在多长时间之内 或者说在多长时间之后 而en他表示的是 做某一件事情 会花费多长时间 那么当然我们这里 主要是讲的是将来的动作 那其实en加上一段时间啊 他也可以表示过去的动作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段线段 那么这个线段是可以在时间球上面 任意的地方随便移动的 这个动作从哪个起点开始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动作 他所花费的时间是多少 所以en加上一段时间 他表示的意思其实是 某一个动作 花费多长时间 比如说 il fera ces déjus de un deux ans 是表示他将会花两年的时间 去完成他的学业 跟den和au bout de 联用的时候 往往是一个瞬间的一个动作 在多长时间之后 会发生一个动作 而en加上一段时间的话呢 他前面的这个动词 往往是表示的是 需要做的一个任务 或者需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说 il aura son diplôme au bout de deux ans 在两年之后 他会得到他的文凭 但是你却不能说 il aura son diplôme en deux ans 因为完成得到文凭 这个动作 我并不需要花费两年 这个动作 我是一瞬间就可以做到的 但是学习 完成学业这项任务 确实要花费两年的 所以il fera ces déjus de 后面我们会说 en deux ans 表示他花两年的时间 去完成他的学业 所以大家在复习 这些表示将来的 时间表达法的时候 一定要弄清楚 我不同的介词 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 使用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exprimer des conditions et des restrictions 表达条件和限制条件 表达条件自然我们少不了 条件从句 c所引导的条件从句 那么c的这半句 要加现在时 主句可以用将来时 可以用现在时 也可以用命令时 这个相信大家在理解上面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 c的这半句 千万不能用将来时 即使你这个条件 是发生在将来的 但是c的这半句 永远不能用将来时 所以如果你说 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 我们就出去玩 这个你千万不能说 c的这半句永远不能用将来时 然后有两个介词 我们可以用来表达c的这个概念 但是表示如果有什么东西 或者是如果没有什么东西 那么如果有就是用avec 比如说avec un peu de chance elle réalisera son rêve 这里的avec un peu de chance 其实就是表示 si elle a un peu de chance 要是她有一些运气的话 她就会实现她的梦想 而sang的话呢 就是表示如果没有 sang son investissement on ne pourra jamais monter cette entreprise 要是没有她的投资的话呢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创立这个公司 这里sang son investissement 就相当于si on n'a pas son investissement si on n'a pas son investissement 如果我们用si的条件 从句来表达的话呢 会显得有一些啰嗦 而用avec或者是son 会使句子显得更加的简洁 更加的漂亮 好然后有个结构叫acondition 那我们可以说acondition de 也可以说acondition que 那么acondition de 是加上动词不定识的 acondition que 是引导从句的这个从句 我们要用虚拟识 那么如果当你前后 主语一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acondition de 比如说 tu peux venir travailler dans notre entreprise acondition de savoir parler français 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 但是条件是 你要会说法语 就是只要你会说法语 你就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 这里因为 savoir parler français的主语 和前面这个 pouvoir venir travailler的主语 都是这个句 都是你 我们可以用acondition de 但是如果前后主语 不一致的话呢 我们就只能用acondition que 但是一定要注意 acondition que 后面加的是 虚拟识 on t'embouchera acondition que tu sache parler français 我们会招聘你 但是条件是 你要会说法语 emboucher的主语是on 而savoir parler的主语是du 所以要用acondition que 从句 从句里面用虚拟识 que du sache savoir的虚拟识识的变味 刚才是正过来的条件 一般我们翻成只要 然后还有反过来的条件 我们会说除非什么什么 其实这就是一种 restriction 是一种限制条件 首先我们可以说 saufsi 那么saufsi 大家可以把它拆开来看 一个是sauf 除了si 如果 除了如果 就是除非 那么既然这里有si 那么saufsi 这个从句里面 所有使用时代的规定 和我们si的从句里面 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意味着 saufsi后面 也永远都不可能 加上将来是 nouzalonpon saufsi saufsi vous avez une meyer proposition 我们将会 拿下 这种公寓 除非啊 您有更好的 提议 saufsi 后面是加上 直程式的 还有一个短语 我们可以用 a moins que 那么 a moins que 后面 所有的时代 是 虚拟式 表示同样的意思 但是 a moins que 加上虚拟式 nous allons pondre set apartement a moins que vous ayye une meilleure proposition que vous ayye 虚拟式 当然 如果你前后 主语一致的话呢 和我们这个 a connexion de 一样 我们可以用 a moins de 来避免 使用 虚拟式 的情况 nous allons pondre set 注意 我们就可以用 a moins de 来引导了 好 那到这里为止 我也差不多 把我们第五 第六课 主要的知识点 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最后给大家留了几道 练习题 请大家完成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